TRB这个品种的K线简直就是把人往死里搞啊 在BN的永续合约里面最高涨到了555 在OK的永续合约里面最高涨到了738 BN的资金费率是4小时收一次一次收2% 当天累积就是负的12% OK之前的资金费率是负的1.5% 8小时收一次 一天的累积费率是负的4.5% 那么作为套利者来说 它可以在OK开空 BN开多 那么OK开的空就是支付4.5%的资金费 BN开的多就是赚取12%的资金费 累积下来一天能够赚取7.5% 但是这个TRB的商家就是利用交易所的资金费率计算规则 来故意制造如此之大的差价 以及如此之大的资金费率差 他们已经算好了 这些所谓的套利者会在OK开空 会在BN开多 所以OK的一根针直接往上拉到738 先把OK里面的空单爆掉 然后BN直接一根砸到155.8 再把BN里面做多的套利者爆掉 这个狗资金费率的人真的是太恶趣了 所以我们以后如果要去做资金套利的话 这些跨交易所的资金套利 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因为你跨交易所的套利 你的资金不是供担风险的 每一个资金池都是单独承担风险 所以狗装们可以单点击破 像这种合约市场的巨大资金费率差 巨大价差就一定不要碰了 如果币安和OK真的想要稳定这个市场的话 最好是下架这个品种 同时永久拉黑这个做事商 对这个做事商冻结资金 做顶格的出发 不然这个市场都会被他们玩坏的 明显的就是制造一个资金费率的陷阱 来让套利者进来 然后杀大家 干嘛的太恶心了 谢谢大家